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天都會看到白汁 例如白汁雞王飯 或者白汁海鮮闊條麵 究竟那個白汁是怎樣來的呢 如果你不想買超級市場 現成一瓶充滿防腐劑的白汁 你又可以怎麼辦呢 今天就和大家解開這個白汁之謎 材料非常之簡單 這個是牛油 這個是普通的低筋麵粉 這個是Nugmat 即是肉豆扣 你可以用整顆或粉 這個是全脂的牛奶 白汁就是這麼多 今天我們來做海鮮闊條麵 當然有海鮮和闊條麵 白汁之謎現在將會為你解開 首先你要預備一個鍋 這個鍋就是我們煮西餐所說的sauce pan 就是用來煮sauce的 但其實香港人 多數用來煮即食麵的鍋 就是他們的sauce pan 我們也需要一個打蛋器 要打蛋器是金屬的 因為我們要一邊煮 一邊打著它 所以不要用不能刮花的鍋 以及不能受熱的打蛋器 好 第一步 我們一定要把牛油和麵粉的材料 分量要秤準 一定要多少牛油就多少麵粉 今天就是30克的牛油 30克麵粉 再加400毫升的牛奶 第一步我們要煮牛油 但是煮牛油 有時牛油煮久了 或者煮得太熱 它就會變成啡色 它就會焦 變成金黃色的牛油 我們不是想要這樣的 我們就是要牛油 仍然是透明和白色的 如果不是白汁 就不是白汁 而是啡汁 我們就要用一個很 非常有耐性的小火 甚至有時可以把火離開 先把牛油融入 好 當牛油融入後 你也不要讓它滾 因為它很快就會突然焦 然後你就可以把麵粉放進去 這個就是白汁的麵糊 牛油麵糊 我們這個步驟 一定要炒得久一點 但是要看著它 不要讓它焦 不要讓它變成啡色 因為接著 你就要加鮮奶 然後放進去 有些人喜歡把鮮奶熬熱 然後才放進去 那我自己就覺得 只要鮮奶不是冷到冰凍 都可以 我自己剛才在涼杯裡 放進微波爐裡 拿了它一分鐘 它又不至於滾 但是它又不會冰凍 下鮮奶之後 你就要調到一個小火 不停地攪拌 令到它不會有麵粉的粒粒 煮一下之後 你就會發覺它變得越來越稠 當它稠到一個 你認知裡面 你懂得的白汁的稠度 你就可以開始為它調味 我們將這個肉豆扣粉 加一點點 其實不用多的 只是用一個味道 那個味道只是一種感覺 然後你加鹽和黑椒 煮好白汁之後 我們就要預備一個意粉 因為它有時間的關係 我們剛才已經用熱水加了鹽 然後焯熟了這些闊條麵 海鮮也洗乾淨了和切碎了 這個海鮮闊條麵 我們首先把海鮮 放在白汁裡煮熟 其實你喜歡的話 你甚至可以把海鮮 鋪在這個 闊條麵上面 淋白汁上去 一樣是可以的 然後拿去焗 但是現在用一個最簡便和最懶人的方法 就是一次過煮熟 然後將這個闊條麵 放進去 闊條麵 煮熟了之後 拿起它 滴乾水 它容易會黏在一起 但如果你不想黏在一起 你就直接加鹽油 然後拌一拌 現在就像這個一樣 雖然之前煮熟了 但是它都已經回條條分開了 當你看到海鮮已經熟了之後 你就可以關火 然後最後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上碟 其實有些人說 為什麼你煮中餐 不 煮西餐 為什麼經常用筷子呢 我不會理會 因為 你知道筷子 是被國際認可了 是一個世界上最聰明的餐具 它可以代替到刀 叉 甚至是 夾 一個對筷子 已經可以做到很多工具 才能做到的東西 好 然後把海鮮 砌上表面 就為了它更好看 然後這個海鮮闊條麵 就完成了 接下 北海鮮 那麼 請問